即将于2025年举办的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是亚洲地区首次办理 由双北市政府主办并邀请桃园、宜兰及新竹县市等共同协办 预计将有4万名各国运动爱好者来台竞技 为了顺利推动这项大型赛事活动 北市府积极邀请国际福轮参与赛事志工服务及国际宣传工作 国际福轮3481、3482、3490、3521、3522、3523等六个地区 将动员2400名设有投入 副市长林一华表示 有了大家相挺更有信心可以将这场盛会办得更加成功 这个运动会明年会是亚洲国家第一次举办 所以我们有没有很荣幸 等于就是 来我们给自己掌声一下 我们真的是非常棒 也就是视状运你看世界的总会 它在欧美前在欧美国家 第一次亚洲国家就来到我们台湾 所以其实我们要觉得非常非常的骄傲 代表我们的动能是受到肯定的 那这次视状运明年会在台北市跟新北市主要双北共同举办 但是我们的场馆变集了除了台北新北之外 还有桃园、宜兰、新竹市、新竹县 总共有六个县市 然后是一个规模最大 但是有一个要颠覆大家的概念 以前大家都觉得运动会都是谁参加 都是运动员 这次视状运的概念是什么 人人都可成为运动员 所以其实大家除了当志工之外 记得也可以跟我们世界挑一场 都是在最棒的场地 然后成为圆自己 也成为运动选手的梦想 我知道符文社很多人都非常爱运动 所以也欢迎大家除了志工之外 也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各项竞赛 那这次要非常感谢 因为我们总共起码需要一万两千位志工 一万两千位 因为它真的规模非常非常大 到目前为止 报名的国家数应该已经要70个国家了 已经会来自70个国家 不同的国家应该已经将于70个国家 所以各种的志工都非常的需要 那这次要非常感谢我们的符文 所有的我们3481 3482 3490 3521352 3523 我们六个地区总共会出动 两千四百位志工 等于我们一万两千位 各位就占了两千四百位 人次会出动到四千八百人次 所以我们连续跟符文社合作 明年是视状运 后年就是我们符文的大事了 就世界年会 世界年会会在台北市举办 所以希望明年视状运呢 是各位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力的支持 后年圣府会来协助我们把世界年会办到最棒 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我们要非常感谢 今天大家来到这边来共同来支持我们这样一个志工 两千四百位志工的这样的一个很大对我们的帮忙 双方在市府一楼中庭签署合作备忘录 国际符轮前理事谢三连表示 国际符轮将以亲善服务他人的精神 担任视状运的志工服务及国际宣传 为台湾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搭起国际友谊的桥梁 那么多年来我们台北市政府 以及我们这个符轮社的合作 说真的让我们展现我们符轮的热忱 符轮社有的这个爱心 我相信明年度的这个壮严运动会 两千四百位各位总监当者 你们有没有信心 大声一点有没有信心 所以安心一定超过两千四百位的这个志工来服务 为什么呢 因为事实上这个运动对我们整体符轮社来讲 包括我们有球赛包括我们的脚踏车程程 我们本身的这个符轮社的这个运动 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基因在 每一个人都很喜好 因为除了做共力以外最重要身体要健康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副市长林一华也呼吁市民朋友 只要年满三十岁对运动有兴趣者 即可报名参加 另外年满十六岁即可报名加入视状运志工的行列 邀请社会大众一起来共襄胜举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